尊敬的江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共同学习 老法师在99年 与新加坡讲的这一个专题 专门针对净土中讲的专题 题目是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念佛法门 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而且是末法时期 众生要了脱生死 要依靠着法门 因为它是他立法门 有佛发48大愿 我们真性切愿求往生 佛的愿力也会交感 来接我们 我们可以待业往生 不然其他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断见识烦恼 才能了脱生死 因为轮回是见识烦恼变现的 要把见识烦恼放下了 才能处得了 但是这个法门 可以待业往生 不用断见识烦恼 但是要真性切愿 老实念佛 所以大吉经上有说 末法时期 异异人修行 这个异已经很多了 两个字排在一起 异议人修行 喊一得道 喊就是很罕见的 罕见到一个人 能了脱生死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可以依靠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了生死出轮回 诸位 大德同修 大家惜不希望 出轮回 希望 因为不出轮回 事情没解决 那我们就要很珍惜 得人生 闻佛法 尤其是闻了这个念佛法 可以借佛的愿力 一眼出轮回 我们要掌握住 这个彭济清 居士 这个是清朝的一位大德 他说我们遇到这个念佛法 可以说是 无量节来 我们生死 长节轮回那么久了 稀有难逢 这一日 很稀有的姻缘 难遭难遇 出现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掌握住了 再把它 措施掉了 那等于是把 无量节积累的 福德因缘 给招他掉了 所以我们要掌握住 那我们 要掌握住 那我们就要依教奉行 那无量寿经当中 提到 不管是上品 中品 下品 往生极乐 世界 都有同样八个字 八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八个字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所以 发菩提心 很重要 所以老和尚这一篇教诲 指导我们 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所以我们的心 时时要关照 有没有跟这五星相应 常常这样关照 跟五星不相应 我们关照到了 赶快 阿弥陀佛 把念头转过来 不怕念起 只怕 觉慈 常常 这样转念 慢慢 这五个星 常常能提得起来 比方说 慈悲心 念念 为他人 着想 这是 慈悲 那我们就 练 三个月 一跟人接触了 替人着想 或者在考虑事情 替每个人 着想 练个几个月 就越练越自然 有没有人说 练得很不自然 越练好像练不成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因为 面对 修行上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 认真对待 要把它探讨清楚 不然 没有突破 无常一来 我们就 轮回去了 阴光祖师说 我们常常会被 轮回给吞 一日无常到 方知梦里人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尤其 假如我们有年纪 那警觉性 要更高 当然这个警觉性 不是害怕 不要说 我们年纪大了 能不能往生 这个是怀疑 神烦恼 要关照到 这个不是真心 这个不是菩提心 这是烦恼心 不能让烦恼心 相续 你起个烦恼 就是一个种子 所以常常担忧 害怕的人 他遇什么事 就很容易担忧 害怕 他连学佛也会 常常担忧 害怕 为什么 强者先迁 所以修行要改性格 有些人性格就很乐观 什么都往好处想 对呀 什么都往好处想 都是看光明面 他都看光明面 可以转烦恼 成菩提 任何事情来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他都用 很好的 很乐观的态度 去面对事 没有一件事是坏事 假如我们就比较消极 担忧悲观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为什么 静随 心转 比方说今天 你的孩子出了情况 孙子出了情况 好事还是坏事 在学校 跟人家打架了 好事还是坏事 都看得我们的心态了 假如我们很正向面对了 那刚好是对孩子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点 这个阿嬷 去到学校了 孩子犯错了 这个阿嬷给老师鞠躬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个孙子做的不好 是我的错 这个时候你的孙子看了会怎么样 很感动 哎呀 真不好意思 哎呀 怎么可以给奶奶丢脸 你看你很真心 表达了 哎呀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真心起作用啊 触动相关人的善根 假如一去了 先骂孙子一顿 你情绪用事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用对心了 有可能你的孙子啊 他的善根 惭愧心 就在这一件事发动了 他感动了 你就待着他怎么善后 有可能这件事就启发他一生 所以大家相信 用对心没有坏事 所以老和尚有莫保写着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是好事 你们见过了 好像这个莫保 有见过了 你看完这个莫保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可不可怜 会不会冒这个念头 我讲敏养话 我讲敏兰话 你们好像没什么反应 马六甲不是讲敏兰话吗 难道是我说了不够标准吗 不然怎么 你们都录定了 我们修行啊 就是修这个心 就是修这个念头 常常常要关心为药 我们看了莫保 我们是常常会觉得 预设立场 哎呀我做不到 还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这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了 看完这四句话了 我一定要过这样的日子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连阿弥陀佛 他跟他的老师说 我立四愿 我要发这个大愿 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就是我发这个愿建立的学校 建立的世界 超过一切诸佛国土 宁可得佛能办得到吗 大德老师怎么回答他 譬如大海一人陡梁 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大海的水那么多 拿一个斗来量 你只要有恒星 量到最后还是可以量完 是吧 所以人有自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果 何愿不得 你只要没有半途而废 很有恒星很有毅力 没有一件事做不成 有恒为成功之本 我们今天 学无量寿经 是向谁学习 向阿弥陀佛学习 你看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 但也圆满了 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 向老和尚学习 向老和尚学习 越学越向老和尚 是吧 你看老和尚 法相庄严 很多照片都笑容满面 所以我们不能忧透 不能愁眉苦脸 而且佛门第一堂课 是什么课 第一堂课是哪一个教授上的 弥勒菩萨 你看他老人家上第一堂课 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 第一堂课没有过关 不能上第二堂课 一年级没有读好 不能上二年级 所以学佛首先要 学笑口常开 面上无称 供养俱 让人看了欢喜 我不能人家一看 我们都有杀气 很怕我们 这样不妥当 这样犯了杀戒 人家一看到我们就害怕 叫脑害众生 要让人家如木春风 而且老和尚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我们现在跟老和尚上学了 要不要感觉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有啦 假如没有啊 那我们得要 我们得要 检讨检讨 问题出在哪里 可能我们没有把佛法 用出来了 不然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 佛是绝的意思 你只要觉悟了 你处理什么事啊 一定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好像 你生病了 这个要吃对了 病情就越来越减轻了 假如 佛法 这觉悟之法没有用上了 你去处理事情啊 越处理 越复杂 越麻烦了 那当然会越来越辛苦了 就像要用理智去处理事情 不能感情用事处理事情 学佛是学理智 那我们跟老儿上学 要越学 越觉得人生的享受 越像他老人家 那老儿上这一篇开示 就是把菩提心啊 整个灌注在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心要用五星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你用真心 去做的任何事啊 叫功德 你真心去煮一餐饭 有功德 你真心呢 接孙子上下 上下学 有功德 你心不甘情不愿去煮饭 没有功德 但是有福德 就没有功德了 所以这个心啊 很关键 这个一念之间呢 差别很大了 要会用心 用真心 那你真心 也不能嘴上讲讲啊 这个真心 比方说慈悲 会体现在哪 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 慈悲的人一讲话 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你说我很慈悲啊 但是讲话都伤人 这个慈悲真的还假的 自己认为了 不是不客观了 所以这个真诚慈悲心 一定会体现在行为当中 所以贯注在生命中啊 那真心表现在哪 三福六合 三玄六度 普贤十愿 三福 效养父母 一个人的真心 首先用在哪 孝顺父母啊 父母对我们恩德那么大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我们前面讲到了三福 讲完了 上一节课 进入六合 三福 是修行的基础 待人处事啊 待人依六合 才能跟人家和睦相处 那我们刚刚讲到 慈心不杀 慈悲心要提起来 那最近 那最近 尾巴发生冲突 那 诸位 大德同学啊 我们每一天回向啊 有没有 帮这一方的众生 回向一下 假如没有啊 可能我们慈悲心还不够了 不然这个是出现在我们眼前 哎呀 有时候看到 一些片段 你看这个一炸了 整栋楼就垮下来 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可能受伤啊 手啊 脚啊 都没了 我们有时候想想 哎呀 那个假如是我们的亲人 他的 他后半辈子多难受啊 无量寿经说 于诸众生 适落 自己啊 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境缘 全世界基本上 可能有手机 有电视的都知道了 那 我们尽我们的心力 我们每天的休学 给他们回向 印光祖师啊 在民国二十多年 有主持了一次啊 上海护国习灾法会 后来啊 把印主的教诲 编成书 那个书啊 非常精辟的 那 印主有提到了 化解这个灾难 最好的方法呢 念佛 因为这个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你看慈云灌顶法师说啊 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倡处的罪业 还有这一句啊 还有这一句啊 万德鸿鸣可以参嘱 所以念佛 三昧叫什么 宝王 三昧 又是宝还加个王 阿弥陀佛是 佛中 所以他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力 不可思议 像黄念族老居士都有讲 比方我们念这个咒 他有对字贪的 有的咒对字撑的 对字不同的毛病 但是这一句佛号对字一切袭击 所以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 能懂得念佛 老和尚说了 中了佛门的特奖 我看你们的表情 不太像中特奖的表情 如是妙法性听闻 这个妙法我们听闻 接触了 因常念佛而生喜 我怎么这么幸运 我已经赚翻了 一个人觉得赚翻了 还会不会怨天 还会不会游人 一个人不怨天 不游人 目头都开的 额头都发亮了 我们照镜子一看 目头 咬着灰 坐着眉头 铁定心里面 还有不舒服的地方 还有埋怨的地方 代表你还没有觉得 你中了特奖 你觉得你中了第一特奖 你就会觉得 知足常乐 就不会去嫌弃那个 挑那个毛病 好 我们每天遇到的这个静缘 我们真的用真心去回应 念佛可以消这个世界的业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可以消世界的业 因为佛讲过 这个世界上 假如有出现 守六合径的团体 这个地区就不招难了 得到诸佛护念 荣天善神永护 请问大家听过 老和尚这段话没有 请问大家听完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哈喽 我们都听过了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不可能啊 老和尚白讲 佛也白讲 佛跟老和尚讲给谁听呢 讲给我听的 我这听经的心态很重要 假如听经的时候 那个都讲给别人听的 他就不会受益了 所以老和尚当时候说 我有一些学生跟我很久了 他们听我讲课说 那个是讲给初学听的 老和尚是在提醒啊 我们当学生 假如这样的心态啊 是不可能听出利益的啦 而且会听出傲慢来啦 那个都是讲给初学的 不是讲给我听的 我有时候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课程 我常常看那个底下坐的人 边听就边看他先生 看他有没有注意听 或者听听听 看看他儿子 我就很少看到他 比较少看到这个表情 那假如我们坐在这里听的时候 都觉得是谁谁谁要听啊 你说他能听出收获吗 我看他听完之后 回家就是警察了 没办法受用啦 所以听经的时候是当机者 老和尚讲给我听的 佛讲给我听的 就有受用啦 就像这个 这个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就说了 佛给我们讲的 都是弃我们的鸡的 假如佛讲了一段教诲 讲完之后说 对不起 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微笑吗 我当时听这个 老和尚讲这一段 印象很深 佛讲了 善知识想的 这是对我们鸡的 对我们的鸡 就是我们做得到了吗 那就形成了一个心态 一听就是想的 怎么做到 不会想做不到的问题 尤其老和尚 每一次开解一个道理 就引导我们怎么落实在 生活 工作 处世待人 接悟 这样我们才能解形 相应 不然听了很多道理都做不出来 就不得受用了 就好像 你开了很多药方 但是你没有吃药 没有抓药来吃 就不得利益 你真正去做 你做一条就得一条利益 比方说我们知道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你真的好好念 就会感觉烦恼少 我看点头的人不是很多万 夏连居老师讲了 两句话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我得把佛诸拿出来 这两句话大家听过吗 若是要佛不离这个口 要先怎么做 诸不离手 请问听过这句话的人 现在手上有没有佛诸 听话不容易 对呀 夏老说 要诸不离手 这样才能佛不离口 因为 我们现在人 生活的责任 压力 不输给以前的人 你们同不同意 现在人际关系圈 比一百年前复杂多了 是吧 一百年前可能你认识的就是 家族里面这些人 人际关系单纯 现在有一只手机 再加上 加个WhatsApp 人际关系就复杂多了 当然 人际关系 不要去攀缘 我们要用这个手机 能够自立立他 这是科技 你不能用了手机之后 你中毒了 就麻烦了 然后呢 不止自己中毒了 拿着手机 每天跟人家 聊八卦 说长 道团 照口业 不是很麻烦吗 是吧 你应该是拿着手机 为众开法商 广师功德宝 是吧 所以就有人感叹了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一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 我的手机呢 麻烦了 我们都看人家 吸白粉中毒了 告诉大家 我们警觉性不够 在这个世间也会中毒的 中毒了 铁钉没有清净性 心会越来越不安定了 所以佛法说 要转静 不能被静转 手机就是一个静 你要用它 不能被它控制 我有时候看到 七十几岁的人 一直在看手机 我很担心 担心也是烦恼 止住担心 看看有没有机会 互念互念 提醒提醒 因为年纪大了 时间不多了 海贤老和尚说 这一句佛号 也不是一念就相应 你得念个 最少也要个三年五年 就慢慢得力 但是要 与强健时 努力修缮 你等你体力不好了 身体生病了 你要再来精进 有时候没体力 所以 无量寿经这些话 都很恳切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慈悲 强健时 努力修缮 欲和待乎 不能等 我应该跟大家提过 有一个长者 跟我母亲同岁 比我母亲 学佛早十几年 可是虽然接触的早 你没有依教奉行 你就受用有限 都忙东忙西的 忙很多佛事 我们要知道 这一生 你忙很多佛事 自己不能往生 你是修到福而已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是 自修为主 成就自己为主 利益人 杜众什么 随缘 你不能要去度众生 度到自己的道业 都给悟掉了 所以老合上 曾经跟我们说 你这一生往生了 传统文化 可以做生生世世 你这一生 不能往生了 你只能做这一世了 这一段话重不重要 重要啊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 心都不清静啊 你去帮忙的事 能真正利益人吗 不见得 我们自己佛号都念不住啊 你真正去办事啊 为感情用事 为意气用事 因为你的心的状况 越好 你事才能处理好 所以要注意哦 我也听到一些同修说啊 这个 我们 佛教团体的 是非啊 没有比世间少啊 人一般的大众 来道场 为了什么 清静啊 道场就是 哇 一看到佛像 一礼拜 心静下来了 我记得 我有一次 去佛式礼拜啊 拜完 我感觉 我感觉到佛菩萨 慈悲加持 我清静了几秒钟啊 突然有人跟我 走过来跟我说 你要不要点一个灯啊 这个会剥笔哦 会宝贝哦 保佑 点一个要多少钱啊 我一下子 我都不清静 哦 所以我们要能体谅到社会大众啊 到道场来 为了什么 为了能得清静 能道业增长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六合镜啊 我们要求和和的团体啊 像我们念三规 智归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和和的团体重要啊 能安众生的心啊 大众家庭有烦恼 工作有烦恼 一到道场里 听经文法 心安定了 跟同餐道友一聊 大家 以诸法药 救疗三苦 安大家的心啊 哇 那这个 这个道场就很殊胜啊 好 所以刚刚问大家啊 都听过啊 老和上说 修六合镜啊 诸佛护念 荣天善神拥护啊 可以化解世界的灾难 我们听完了 下一个念头 请佛注释 请问大家 请哪一尊 请谁啊 你们好像有点犹豫 请谁啊 请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是谁啊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 我们老祖先说 人生有两难 第一叫登天难 第二叫求人更难 你们听过吗 那你现在要去请别人呢 难不难 难 请自己最好 我记得啊 我初学佛的时候 到高雄晋忠学会啊 念佛 结果呢 晚上啊 我们长老物照法师啊 来讲经 我们长老 明年初 要照我们 马六甲来普照 做法会 做三世信念 这个三世信念呢 以念阿弥陀经 念佛为主 这个 超拔的力量很强 功德力很大 大家可以 踊跃参加 好 那我呢 刚好教学任务比较重 照理讲应该带头 但是刚好我英国汉学院呢 有一些课 我先随喜大家的功德 这样的机缘呢 很难得 要掌握住 好 那 当时候啊 我们早上念了佛 晚上要听经啊 那在学会啊 用晚餐 结果电视啊 就播了 老和尚讲经 刚好讲到啊 普贤十愿 请佛注使 我记得啊 老和尚就分析了 全世界几十亿人呢 遇到佛法的有多少 遇到佛法呢 遇到正法的有多少 这一点就不简单了 末法时期啊 邪师说法 如恒和煞 代表什么 邪的比正的还多 那我请教大家 大家听完了 大家听完了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恒和煞 你们下一个念头 下一个考虑是什么 喝嘎仔 我没有遇到邪的 你只这么想而已啊 太自私了 有没有 都只是想 我好就好了 往生不了 往生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是 慈悲心啊 你要想到众生啊 祖师说 极乐世界 二成种不生 二成人 为什么往生不了 他没有想众生啊 因为他自己解脱了 他自己高兴就好了 他堕到无为坑了 没有主动 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 没有主动度众生啊 他就自己解脱了 不受轮回而已了 那个也是 堕到坑洞里面去的 不能发大臣菩萨心啊 这个佛是会喝止他们的 心量要大 跟阿弥陀佛的愿 要慢慢相应 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 所以学佛啊 首先要扩宽心量 心量太小了 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了 所以我们一听到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 那请问我们 自己能不能判断 正邪 我们 能不能引导 亲戚朋友 判断正邪 假如 你不赶紧去护念 你的亲戚朋友 他会不会明天 就被斜的给拉走了 有没有可能 哇 到时候拉走了 先路为主啊 你那个时机点 没有掌握住啊 你要再拉他 不好拉了 我当初在台湾 看到好多啊 都是骗人的 好多年轻人 都去了 那惭愧了 我自己 没做好 没有 有这个机缘 能够好好把 正邪讲清楚了 分辨善之士 那老上啊 有一个演讲 专门判断 是不是好的老师 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这就教我们 怎么判断自己 判断别人 那从佛家的教诲来看呢 首先呢 要有师承 他说我自己领悟的了 我就突然有一天 闪电打下来 我就开悟了 别人用骗去 哦 真厉害啊 就麻烦了 在劫难逃 不要激动 要冷静 六祖谈经说的 威英王佛 以前有无师自通 威英王佛以后 没有无师自通的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一定要有老师 要有名师指导 才行 我们看老儿上 接受张家大师 李秉兰老师指导 李老师 接受应光大师指导 都有师承了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喜欢标新立意 我就觉得 他很特别 就很崇拜他了 这个要深重了 第一个要有师承 他只要 讲课的时候 都没有提他的老师的 very dangerous 要注意 我也遇过 这个讲学的人 也说 你们要去听那个蔡李旭老师 讲的课 把我都拿来 做marketing 行销 你们以后听到人家说 要去听蔡李旭老师的课 你们不要激动 啊 跟我同样的 注意哦 现在这个要搞名利的人 手段很厉害哦 要看他的做法 跟佛陀相不相应 跟老儿上教的相不相应 你不要一听 就很激动 激动就判断不了了 你看佛 他教学啊 不说众生一分钱 同体大悲 你看 孔子也是啊 拿着拜师礼来了 孔子没有不教的 而且那拜师的礼物啊 很便宜啦 十串干肉 要素修啊 人家愿意学就愿意教啦 不会拿着孔子 不会拿着佛陀啊 哇 赚大钱啊 批犯如来啊 拿佛陀出来做生意啦 那不妥当的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适当的费用还可以 但是你很贵啊 都有问题啊 安平乐道 这个都是判断理由 那个 论语里面讲 事自于道 一个读书人 自于 大学之道 菩萨道啦 而此恶依恶食者 他呢 吃也要很讲究 穿也要很讲究 不然他不高兴啦 那这样的人 你不用跟他谈修道啦 他很重什么 物质 很重欲望 那不可能修得了 所以这个都是观察 他一定不贪财 不贪享受 不贪五欲 财色名十岁 他一贪呢 他就没有道了 所以只要犯这个 财色名利要慎重 好 所以只要他有贪这些东西了 你要知道 这个就偏邪啦 不能在感情用事 还在替他找借口啊 那就麻烦了 人有时候 这种情职起来啊 很麻烦啊 那个 黄念导 他们讲经的时候都提到 那个影响面很大的邪师啊 最后死得很难看 旁边的人呢 帮他化妆 还要给他 粉饰他的情况 掩饰他的情况 你说愚不愚痴啊 感情一起作用啊 真的会很 很不理智的 第一个要有失诚 第二呢 不以神通度众生 所以佛门有 有一个 规定啊 身份暴露了就要走了 所以你只要听到说 哇那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隔天没走 假的 要会判断啊 不然呢 一激动了 哇观世音菩萨化身啊 赶快给我头摸一摸 我一眼这样就消掉了 人哦 有时候有一个心态啊 就不怎么负责任 我病得很重啊 医生啊 你可不可以一铁药 就给我治好了 有没有可能 你生病 不注重饮食 然后该睡觉也不睡觉 搞了五年十年了 才出现病来 然后要医生一铁药 就给你治好了 这种心态的 不负责任的心态 医生病了 医生只是个住员 最重要的是谁 自己要改变 要知道问题是在哪 不然医生也帮不了 自救者天救 自助者天助 你自己都不愿意 反省自己问题在哪 谁也帮不上忙 那同样的 这种修行啊 那自己的这些习惯养成 要把它改过来 要自己下功夫啊 哪有人家摸一摸头了 就没了 就不用修了 所以佛门为什么 暴露身份就要走 因为一暴露了 众生来找他干什么的 摸摸头了 那他就不会 认真听经文法去修行 佛门这些规定 都很有考虑的 很有智慧的 所以再来 这个判断了 这个善知识不贪 他只要有贪了 注意了 不撑 就不会脾气很大 脾气很大的人 你说他修行很好 不可能的 一念称兴起 火烧 功德灵 他也绝对不会去威胁别人 你离开我这里 你会下地狱 讲这种话 你不只不用害怕 赶快离开 你逃过一劫了 哪有修养的人会讲话去威胁别人 还有你在我这里修才有功德 在其他地方没有 你也赶快离开吧 为什么 太傲慢了 都是标榜自己 连基本的修养都没有 所以老二三 为什么让我们扎三根 扎德行的根基 太上改善篇 说的 不炫己常 炫耀自己 这种德行就不足了 炫耀的人会有慢心的 我们应该学习 释迦牟尼佛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传统的 华人 都是很内敛的 不张扬 别人 称赞自己的孩子 没有没有没有 还差得远 还差得远 我们没有继承 这个传统 不等别人 赞叹自己的孩子 自己赞叹 我儿子不够 注意 这对孩子不好 我们有炫耀的 这个心念 会不会传给孩子 注意 古人讲到 少年 少年得志 大不幸 有没有道理 他很年轻了 赚很多钱了 很有地位了 他觉得 哇 很厉害了 慢性一起来 就不可能再提升了 慢性一起来 做人做事就开始出问题了 一个人 是这样 一个团体呢 也要注意 不要一下子 哇 名气很大 名气大了 自己标榜自己了 危险了 人呢 一标榜自己了 就会装样子给人家看了 就不是在修行了 执行是道场 无需甲骨 你要装给别人看了 那就已经不是在修行的状态 要装给别人看 就是没问题 这个念头 要很深重 关照自己的念头 要看得很深入 才行 所以不贪 不撑 不吃 不吃就理智 不感情用事 不傲慢 不怀疑 从这些地方去观察 好 好 那 我们听经 当机者听 所以当时候 老和尚 讲经的时候 分析了 几十亿人 遇到正法的 有几个 遇到佛法的 就不多了 遇到佛法 又是正法 遇到正法呢 又遇到当生成就的 念佛法们 又剩多少 你遇到念佛法们 又能遇到 明师来指点你 有这种机会的人 多不多 无量受精说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这样的机缘是太难了 老和尚说 这样的机缘被我们遇到了 你不请自己注释 你请谁注释啊 我当时候听完 蹦 当头一棒 请佛注释 来先请自己 大家觉得 有没有道理 今天你家庭 你先学佛了 你不请你自己注释啊 你请谁啊 你听到这里说 我爸爸比我早 比我早学佛 哇 你看 你又推掉了 你爸爸虽然比你早啊 他年龄大了 请问大家 年轻好修 还是年纪大好修啊 年轻他那个习惯 行程的时间短啊 年轻大了 行程的时间长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 他学得比我早啊 比我久 应该他先带头啦 不要害你 可以搞啦 学得久的人啊 他没有学进去啊 有时候 更难改啊 反而看到年轻人 人家怎么落实的这么好啊 他反而会感动啊 所以别请别人了啊 OK 算一算请自己最好 所以老和尚这段话 我印象很深啊 况且我们有老和尚指导啊 哪有不能落实的地方 看老人家讲经都给我们讲的 这么深入 这么透彻 好 我们 接下来一起交流六合镜啊 你们愿都发完了啊 谁来做六合镜啊 我 我继续这样的态势下去啊 我就不是在六合镜的状况了 是吧 我刚刚赶快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因为我刚刚讲话 谁修六合镜啊 我的心念跟眼神已经不对了 你看在台上很angel的时候 我 在台上 危不危险 很危险啊 在台上就慢慢慢慢不知不觉 都讲别人 不讲自己了 所以孟子说 人皆好为能师啊 台上这个位置啊 一不小心 就会跌下来 就会跌下来 警觉性要很高 不要要求别人 要求自己 要求的心念 容不容易起来 我请教大家 这一个月啊 你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没有 你注意 往自己内心看 一定跟要求有关 你希望之中跟他 你不小心 你希望谁谁谁怎样 我们能听到 如凭得宝 这是老要修行的内功 不容易听到的 如凭得宝 下一句 改往修来 我们一听了 马上放在心上去 落实了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你不断把习气改掉的时候 你的命运就转了 你求什么 很灵感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你如理如法求 都求得到 好 所以我们在 现在动乱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发愿 来修六合径 能消灭 这些灾难 那六合径 我们看 有六条 合径 这个合字 就很重要了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 人和 家和 万事兴 那家不和呢 万事就兴不了了 家 有血缘的家 像我们在道场 我们叫法眷属 我们是道义 结合的 家 都是 都是 在这个 家文化的理念里面 老师上特别提倡 家文化 因为 一个人的 成长 培养 需不需要环境 需要 所以这个家庭和 他就在这个 和乐的氛围当中 人格健康 团体也是一样 就像 成德二十几岁 进到 进中学会去了 我开始学习了 这个氛围 和和 我就在里面成长 这个氛围 不和和 我就卷入 是非了 不需要环境 所以和气 生财 不只生钱财 还生人财 一个团体 最大的财富 就是人财 有人财 能成就事业的 好 那我们看 老和尚一开始 就讲到了 不能 破 和和 生 这个罪就很重 那当然 老和尚这里讲了 多少人犯这个错 他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如果劝他 他还瞪我们一眼 还恨我们 有什么法子呢 所以我们也指 合掌念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劝别人 他不听 要不要再劝 看情况 家里的人 应该是注定一辈子的 人 见不路 岳父见 父母劝不听了 要不要继续去 劝 要 但是要他高兴的时候 再劝 你不要看父母 心情已经不好了 你还劝 那就更没 达不到效果了 但是劝的时候呢 态度 表情 都要 顾及到 因为 毕竟是父母 是吧 他大我们一辈 晚辈 就要有晚辈的 态度跟 言语 我有见过学佛的人 跟他爸爸妈妈讲话 好像他的学生一样 那你说 他讲的道理 再对 人家已经接受不了了 而且他的心态已经不对了 面对自己的父母能用这样的语气讲话了 那你已经对父母的恭敬都不足了 都是一种控制要求 好 所以这个 亲人劝 态度好 有耐性 抓时机 论语讲了 似君说 私主 朋友说 私出 朋友跟君臣不是血缘关系 是道义 有伦常关系 不能劝太多次 怕会什么 对方会 恼羞 沉默 劝了 不能接受 没关系 我们自己先做 先带头做就好 你提醒他了 后来没有继续提醒 毕竟你有提醒到 他会注意 他怎么不讲我了 而且 人家越做越好 就是他的 惭愧 反省 要他自然而然起来 不是被我们逼出来了 所以要柔软 不能 不能强势 不然会适得其反 好 所以不听了 这个不能强劝 现在人劝不得 不听劝了 听骗 不听劝 认假 不认真 然后让这句话 讲给谁听了 听不听劝 认假 不认真 请问了 我们听不听劝了 我们今天要 劝别人能听劝了 首先一定我们有深教 我们很能接受别人劝 我们跟对方讲 要听劝了 听劝 有福报啊 福在受见了 我们自己这么做啊 人家一听 对对对 很容易接受 假如我们 你要听劝了 对方想 你也都不听劝了 他 卡在这里了 他不服气了 这就是人情 就是人情 所以菩萨有四德 随缘妙用 威仪助持 有哲德 这是深教 柔和直直 色身德 是言教 深教要在 言教的前面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 首先我们反观 我能不能听别人劝 人跟人 他会有一种良性的 他会互动起来的 比方说你 你觉得 我 我另外一半都不听我的劝 有没有这个感觉 另外一半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正报转 他不听我劝 可能我也没听他劝 因果关系 况且 圣人教我们 孔子教我们 两个很重要的字 中 树之道 中是言以律己 树是 宽以赛人 所以 我言以律己是 我要接受别人劝 别人不接受劝 我能包容 可是我要接受劝 中庸说 中树 围到不远 中树跟真心 相应 我们常常用 中树的心境 慢慢我们的真心 就会现出来 就要严格要求自己 不是先要求别人 这样就跟真心不相应 好 所以我们要 先用人听别人劝 去带动家里的人 好 那师长这里说 都不听劝 那是佛经上讲的一禅题 可怜明哲 诸佛菩萨 对他都无可奈何 我们也只好合掌念佛 也缘不成熟 但是我们这一颗 真心不能变 是吧 他不能接受了 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那这个我们的心又错了 所以不要做一个变心的人 哪怕他不接受 那我不勉强 我念佛 我给他回向 我还是真心在对待他 求佛菩萨 保佑他 我们还是一个 至善的心 这叫至爱 无量寿经 一开始讲 贤富等十六正式 贤富是在家的等觉菩萨 这个名号就提醒我们 贤富 很会互念什么 首先是互念自己 一个人 假如自己都互念不好 能不能互念好别人 不可能 俗话说的 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先会互念自己 先会自爱 才能爱人 所以我们会爱自己的 藏保自己的真心 不要被烦恼 更不能被 知识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自慢给 控制住了 所以这是 处世待人的心态 我们怎么存心 用什么态度 我们都保持一个 自善的心 为他想的心 我们不改变 其实人都很难过别人 变心 你们有没有被伤过 那个变心的人 我给大家 分析分析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 自己的内心 那请问那个 伤害自己的人 是谁 哇 你们开悟了 这个很有道理 按照逻辑来讲 你看 海贤老儿上 遇到人家不讲理 打他一巴掌 他说 帮我 扇风了 这个帮我烧痒 人家骂他 口水都喷到他脸上了 他说 帮我洗脸 人家面对这样的境远 提升境界 这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所以事事是好事的 这是真的 你会用心 在这种逆境恶缘 向上提升 佛陀表演给我们看 他做忍辱先人 遇到人家 割他的身体 他反而快速提升 超过弥勒菩萨 本来他在弥勒菩萨后面 超过 大家想不想 快速提升 我看你们的表情 不是很愿意 不能让释迦摩尼佛 白表演 是吧 请问释迦摩尼佛 表演给谁看 我 不是表演给别人 表演给我 这样的心态 特别珍惜佛的 身教 言教 一定得大利益 所以佛陀上学 佛陀上学 金刚经 佛陀上讲得很透彻 不只讲得好 做得彻底 金刚经在六度里面 最常提的 布施 忍路 佛陀上表演的 淋漓尽致 布施 所有法宝 免费的 忍路 修得好 忍 毁棒五路 排山倒海 把他们的名字 供起来 每天讲完课 给他回家 老师每一次快速提升 都是遇到这种境界 在台湾红法 几十年了 到场 没了 老师不止没有生气 弟子们觉得 这信众圈的 走法律程序 一定可以要回来的 要不要走法律程序 我现在看到 有一些佛教团体 告上法院 真财产 你说社会大众看了 会起什么念头 这佛门在干什么 那他愿意学佛吗 断了众生 对佛法的信心 这钱买得回来的 老师 这是为大剧作强 你去争 你的道心就没了 老师 这样给我们说 此法本无真 此法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佛法 真则是道义 要跟人真 你道心就没了 甚至于会 影响佛门的形象 大人 大德 好 所以这个 佛也好 老和尚 给我们这些榜样 我们要效法 那刚刚 跟大家探讨 逻辑来讲 没有一个人 能进入我们的内心了 所以我们假如 这个 学善才同志 任何的静缘都是老师 是来提醒我 是来提醒我什么的 是来告诉我要放下什么的 那这些静缘我们就提升上去 好 所以这一段话我们理解完了 从此 作为一个不受伤的人 好吗 再来啊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他不去伤别人 为什么就找我呢 是吧 一切事不理两个字 因果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着事 那假如知道是因果了 那他对我不好啊 我的债就还了 好事还坏事 无债一身轻 不只还他债 心量大一点 不只还他的债 还把他转成法源 是吧 帮阿弥陀佛 多接一个人到极乐世界 好不好 好 你们说的 阿弥陀佛有听到我 阿弥陀佛 我们起个念头 他老人家都知道 而且你这个念是善念 是好的愿 他老人家会加持我们 好 好 那我们呢 都用善心 纯性 纯善的心来处事 师长接着说了 我们没有明星见性 没有正果 我们见何 统解这一条 如何落实 这每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有没有明星见性 有没有正果 没有 那为什么叫别人听我的 别人不听我的 不高兴 不妥当 四十二章经里面有讲 甚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性 你不能 我觉得怎样 要听我的 这不妥当 老和尚说的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 阿罗汉是正觉 他的知见没有错 我们还没有正果 没有明星见性 要叫别人听我的 我们会误导家里的人 诸位阿公阿嬷 请教大家 教孙子 你们需不希望听你的 需不希望 希望听你的 你听谁的 你听你自己的 那你的孙子就 在解难逃了 这静和同解 你们大家不要一听 道场了 六合径 佛法这个道理 小大都是圆融了 小用在你自己身心 家庭 大用在道场 甚至用在自国平天下 通通是通的 佛法很管用的 大用无方 哪里都能用 时间空间都突破 建和同解在家庭 我们想一想 家里面来一个人说 都得听我的 其他人 一定不服气的 所以我们看 建和同解这一条 如何落实 我在讲习中 常常劝导同修 我们今天的做法 是放弃自己的 成见 也就是放弃自己的 想法看法 遵循佛陀的教会 不依自己的成见 这样就好 老师上讲了这个道理 马上举例子 我们就很容易体会了 前清初年 这个离我们很近的 一个朝在 清朝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 我们现在讲历史 你们回到那个时代 听东西 看电影 要入境区 就有收获了 满清路关 二十万 人多不多 中国几亿人 他们能管理 厉不厉害 很厉害 关键来了 他治理几亿人的国家 都能治理的好 我们家几个人 宫廷里面读无量寿经 用无量寿经来达到 建和同解 所以那个时候 国家强盛 要当孝顺 自成中性 无量寿经里面教很多 这个 轮常 这些道理 你真正做了 你家里都有 这个孝涕中性 你家就安 所以 这个皇帝聪明 不用自己的意思 我的意思 大家不服 佛的意思 无量寿佛的意思 大家没话说 各个人都欢喜 用无量寿经 来建立朝野的共事 所以清朝 自始至终 没有昏君 而且他们 这个皇子都 从很小就开始教育 很重 重视 圣贤教育 清朝王 王在哪里 慈禧太后 这个也跟英国有关了 在清朝 灭那个 叶赫 那拉士 结果他那个 酋长发誓 我们 这一组 哪怕 只剩一个女人 都要报仇 不要跟 人结恶缘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一辈子 谁欺负你 玩得再就好了 随缘消就业 不再造信仰 别跟自己去 做佛的机缘 过不去 算盘要会打 咬井牙关 也就这几年了 此生正无量寿 这个太值得了 宫廷里面读经 慈禧太后废除了 大概慈禧太后 听听经上 所讲的 都是骂她的 她听了不高兴了 不念了 国力就摔了 请问大家 你们家里面 现在有没有 朗朗的读书生 没念无量寿经 念弟子鬼 念太上感应篇 这些经典的 可以建立共识 所以清朝早期 这些帝王 以无量寿经治国 诸位在无量寿经 没关系老居 是续文里面 可以看到 他在续文里头 介绍得很详细 很清楚 所以六合径里面 这一条最重要 这一条最主要 见何同解 因为人的思想见解 指导我们的身 口 意 的行为 这一个是 主要的纲领 见何同解 我们相信佛的话 大家都依照佛的教训 你去做 这使所有一切意见 都能够化解 这是属于思想问题 这见何同解 是思想问题 其他是属于事项 落实在事项上 是戒合同修 一个家庭里面 要不要戒合同修 戒就是规矩 你家没有家规就乱了 可是你家规不能太严 所以合 中合 你过根不及 合不了 太过了太严了 怎么样 孩子不敢救门 不合了 家里气氛不合 和谐了 你太松了 小孩都爬到头上去了 那也不行 所以我们老祖宗留下来 这些 字啊词啊 成语都有学问 中合 谦合 谦虚就给人家很和气 是吧 还有没有 平和 你要平等对待 才能和睦相处 你有三个孩子 五个孩子 你比较疼这个 比较看这个不顺眼 你们家能和吗 兄弟都打架 所以这个和字啊 很有学问 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 这六合镜是刚领 抓到了 家庭啊 都会不断改善 家里面有没有遇到哪些不合的现象 有的话呢 可以写上来 然后不要 不用签名 签名到时候不小心 不小心啊 让家里人知道啊 他就打电话来了 当然 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不是不能问问题啊 事事无碍 不要 家丑不可外扬 该问也不问啊 礼跟礼之间是圆融 不会相冲突 心友谊可以随杂记 然后同时家丑又不外啊 我们学活啊 尤其大神佛法 活活泼泼啊 你学着实实板板啊 人家看到你越学越拘谨啊 越学笑都笑不出来 我看不要恶恶 学成这么痛苦啊 我看还是别人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请起立